最近网络爆出,上海访民当中有一个特殊人物叫陆伯全 自称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暗龙的儿子 陆伯全对外表示,当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到上海筹款 把儿子毛暗龙抵押给当时的上海大亨黄金融 毛暗龙谢明陆进发已80多岁 他在60年代六次进京找毛泽东寻亲 但是被打成七类分子关押 见过陆伯全的人都说,他长得很像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陆伯全说,193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结束 毛泽东带着妻子贺子珍以及周恩来任毕时等四个人 和十几个警卫到上海 通过地下党找到黄金融,想跟黄金融借钱 黄金融要求毛泽东用儿子抵押 但是他对老大老二都不中意 毛泽东发明叫李战娟 李战娟在上海跟黄金融谈判 谈判过程中,就把老三找回来 老三找回来以后,老三上去拿了一只杯子 就说,说你喝茶就要老三 老三当时是五岁 陆伯泉说之后毛泽东的老三毛暗龙 就由黄金荣的手下陆昭帝抚养 改名陆进发 但他在九岁后开始流浪 1966年陆进发六次到北京找毛泽东认亲 却被关押一年 1968年他被打成鸡类分子 最后来讲没有李南娟这个人 到了67年年底 我父亲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1968年的5月23号下了一张首令 首令上面写了 找到养母都找地 才能去的为我儿子 在30年后96年才知道有这张首令 1996年陆伯泉子城副业继续认足归宗的上访路 2001年他们把我3月12号把我关起来 送到神经病医院又关了4年 中军局的时候 派出所把我送到神经病医院 说我们把毛泽东甚至给你送来了 神经病医院将洛索进去 就关了我10年 01年才发我 10年才发我出来 陆伯泉被释放后和养母一同来京 成为访民 据博讯网报道 一直有人保持一定距离对他们进行监视 也曾有人因为采访他们而失踪 陆进发目前已有80多岁 博讯网记者在上海杨浦区世光三村的一个公寓楼找到陆进发 陆进发和老伴住在一起 一居室看起来很简陋 陆伯泉认为 当局拒绝为他父亲和他做血缘鉴定 有难言之隐 因为他的父亲是被毛泽东押给黄金融借钱的 影响毛泽东的形象 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新闻助理赵岩表示 大约在2000年 他曾经在国务院信访局看到陆伯泉贴大字报被抓 当时他贴完那个上方的那个标语就被抓走了 我看着的时候正正正正正把他往警车塞呢 没跟他来得及谈 赵岩认为即使陆伯泉真的是毛泽东孙子 中共也不愿意承认 毛家的几个后人我都见过 这个人长得是最像 但是是还是不是 这个东西很简单啊 你把他那个血抽出点的那个DNA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是吧 不过这个中共的态度是 是可能也不会承认 为什么 张一芬还给老毛生两个呢 共产党怎么可能承认这些是他的孩子 承认了那不就是耻辱吗 根据中共说法 毛岸龙生于1927年 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第三个儿子 老三毛岸龙的去向一直是个谜 一说是在上海走失 二说因为假流 也有说因为立即被夺去了生命 新唐人记者秦雪肖岩采访报道